凤林镇111年语文竞赛27号登场 共有八所国中小学共68位的语文精英 竞逐各类的奖项 那么每位选手无不误使尽全力 努力争取语文竞赛最高的荣誉 竞赛共分为演说、朗读、作文、写字、字音字形等 并分为国语、闽南语、客家语 以及原著民族与两种语别 镇长萧翁龙指出 时代不同也希望学童可以借由语文竞赛 提升自己往后的社会竞争力 时代一直在变 不是我们上一代的老师、校长教我们的学习的技术 我们就同样这样就教下去 那就跳隔代教养一样 我们讲隔代教养 像现在孙娜不是阿公阿嬷在带 就是有差别 我在上台以来到现在呢 刚开始是经费很少 所以对学校这里呢 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去补助 现在又比较好过了 我们大家 就是对学生呢 本来就要用心 不是要多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要照顾 所以我们都是在全方面 全方面去照顾大家 所以 政工手 金费是有限了 还是很省得用了 那今天也很感谢 学校的校长 大家带着学生过来这里比赛 余老师也指出 校正长大力的推动语文竞赛 今年更是规划出情境式的朗读演说 让学生可以用足语演说 代表这样的推广是有向下扎根进入生活 今年有情境式的朗读 情境式的演说 那在演说当中我觉得很不简单 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语言 我觉得这位小 这位同学呢能够 说出这个情境式的环境里面 在家里真的是用主意在说话 凤林镇长肖翁龙也表示 选手能有如此好的成绩 有赖良好的传承 以及培训制度 指导老师的牺牲奉献 以及选手的努力不懈 适得夹击的主因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